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李军访谈 中共的最高机率是什么 可能有人会问 怎么这个话题从而来啊 对吧 那肯定是有来源的嘛 那么最近啊 其实在香港呢 一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美国上市公司 针券这个监管委员会 派出他的代表来到了香港 那么他们再来旅行样子 看看跟中共这边签的合同 能不能走下去 那么因为大家知道 前段时间中概股的这个风波嘛 对吧 就是美国要审计 这些这个中概股企业的 他们的审计报告的元件 中方呢 一直以这个国家机密啊 这个什么不能泄露啊 各方面又在阻拦 那么造成了最后 这个美国只能把这些中概股企业 作为预摘牌了 现在大概已经有158家企业吧 所以预摘牌决谈 就你如果再不给我看 我就要摘牌了 而且这些企业包括阿里巴巴 好像这个百度啊 腾讯啊 他们基本都在里头 所以呢 这个事情应该说还是很大的一个事情 那么如果说这个他们要摘牌的话 那涉及的金额可能有大几千亿美元了 这个对这些企业来讲 特别是对一些民营企业来讲 还是很大的一个数额了 对吧 他不像那些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可以银行里面去直接拿钱贷款 那民营企业几千亿美元 对他们这个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盘子了 所以呢这个事情应该说双方都比较的认真也紧张 特别是这些民营企业们感觉好不容易 好像快熬到头了 对吧 因为原来中共这些政府们就是不同意啊 说涉及国家机密啊等等等等 一直顶着那 那企业也很着急 对吧 你你你不按照这个走 他们的 那么现在来了 来了之后呢 应该说他们双方配合的还是比较好 但是在这时候呢 又开始节外升职了 那么中共呢也派了一些这个证监会的啊 和这个包括财务部的啊 财政部的啊 那么一些人也来到了这个现场 那么根据之前人透露呢 中共呢他们又提了一个要求 提了什么要求呢 他们要求他们一些上市公司的啊 里面这个文件 里面涉及到的一些人啊 比如说股东也好 或者是总经理也好 或者一些高官也好 这些人的姓名啊 他们的住址 还他们的收入情况 全部要删掉 就这些人 按他们话讲 也属于国家机密了 那么大家想 这很奇怪 说这些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 老总也好 这个股东也好 他们属于什么国家机密呢 其实啊 我相信就是说 这里面肯定设置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确实有这些上市公司里面有一些 也有一些这个高官的啊 或者他自己 或者他子女啊 在里面入股 或者是在里面做一些高官 然后有一定的很高的收入 那么中方呢 肯定就不想这些信息被美方知道 那么美方这次呢 他也没有马上就说 就说那我就掉头啊什么东西 不是 因为美方这次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 其实这个美方的那个主席说的很清楚 他说我们这次是来判断的 啊 什么叫判断 就是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中方 你原来一直说是有机密 不让我往里头走 那现在你同意了我来了 我这个合同能不能执行下去 对不对 那么美方的态度很清楚 对吧 我要看你这个审计报告原件的完整版 啊 而且我要是独立的啊 不用你来指挥我 第二个人我要自由的 我想给神台一个神台 只要能做到这个 他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的话 那这中概股就安全了 但是你现在提出了这一点 实际上就是又把这条路给堵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这个 这个 这些上市公司的老板们 或者这些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的 这些人一些负责人 已经可能真的要击疯了 因为这个是最后的机会了 就如果说这次再失败 啊 那么基本上 这个事就黄了 那以后中概股 中国的企业到美国上市 这条路也不可能存在了 那么这些 这个整个中概股的啊 那么大概是1.3万亿的 现在一个盘子 那可能后面全部都要退出来 这个损失太大了 那么这些中共官员 他们不知道吗 他知道啊 财政部的证券公司 肯定知道啊 但是可能在他们眼里头 啊 这些中共干部们的 他们的啊 这些家产的保密性啊 应该是最高国家机密 所以你损失个 这个民企业 你损失个几百亿 几千亿 或者你垮掉了 关他什么事 对不对 只要这些中共官员得到了保护 他会去好像领导交差就行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太残忍了 说实在的 这些民企业 当然了 我只能说他们很可怜了 对吧 熬到今天 好像快熬到天亮了 好像快熬到头了 最后来了这么一招 他还是要把他有些 信息的东西给他抹掉 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是 哎 我只能很感慨吧 就是说 在在中国吧 所以即使这样的亿万富翁 即使像马云这样的人 那在中共这些官员里 基本上也是韭菜 甚至连韭菜都不如 就是他想把你抛掉了 抛掉了 我只要能够保证这个 中共的最高机密 是什么 中共官员的财产 这个是一个很机密的东西 其实我前面 一直就是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 那时候困惑过一个 因为那时候你现在 那时候中共他去罚那个 滴滴对吧 一下罚了几百亿吧 是吧 就说他泄露国家机密 我想什么国家机密 泄露又罚这么多钱呢 然后看他那个材料里面说 他这个泄露了这个司机的教育信息 然后这个司机的一些性命 就是他们 出租车公司嘛 有很多司机嘛 而且这些司机的行车路线 以及他们一些相关的手机上的一些 什么图片啊 这些东西 就这个东西 就是严重泄露了国家机密 要罚这么多钱 我觉得他们是真的这样子吗 但是通过这次这个事情 我觉得比较清醒的让我认识到 就是所谓这些机密 可能都是幻子 对吧 真正的机密是什么 真正的机密是他们要保的那些 这里面涉及到中共官员的财产 他不能泄露 其实我觉得前面那个国有企业退市也是这样 对吧 你想这个中石化 在美国上市 他不管怎么样 有一千亿的盘子 一千亿美金啊 七千亿人民币啊 那中石化要有这个资金的话 那他在国际市场买设备啊 买技术啊 甚至买很多东西 那很方便的 对不对 现在中共来个理由说是 因为这个盘子小 或者他们行政成本太高 所以我们就退出美国股市 这一千亿就没了 当然了国有企业 谁care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一千亿损失了 也就损失了 没了就没了 对吧 那个民营企业一万年 一万亿呢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说作为中共这些官员来讲 他们 他们这种表现只能让人更清醒的认识到 就是他们不在乎你这个什么国有企业发展不发展 我不在乎你这些民营企业老板 你到底会怎么样 我在乎的是什么 我在乎的是这个领导干部们不能有事 所以这个是中共的所谓的核心机密 就是这些领导干部们他们的财产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泄露出去 你看他连他那个地址都不能有 那么地址是什么 地址可能就是他在海外有可能有房子呗 对吧 所以那这些东西全部都把它盖住 这个事情呢 我想走到今天啊 下面会怎么样 又有点悬了 本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光亮了 就有可能中国能 这个民企业能度过这个难关 对吧 能够在中概股危机中走过来 但是这些官员们这么一掺和 反正就比较悬了 我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先谈这么多 那么顺便有这个问题呢 我们引出一个话题来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中共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 对吧 其实这个话题啊 在应该说在中国吧 它很早就出现了 1987年的时候啊 那时候可能还是赵紫阳执政的时候 那么就提出了啊 他们要研究一下 是否要建立这个财产申报制度 对吧 那么但是呢 后来大概到1994年啊 当时的那个全国人大 还把这个财产申报法 列入了这个 这个人大讨论的法律的规范的这么一个 这个规划当中 当然这个规划后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履行 就不了了之后没了啊 所以呢 那么再往后来的时候呢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 中共的这种财产 官员的财产到底是知道 谁都不知道 那么很多学者也好 很多专家也好 很多方面都提出来说 你现在不要搞法治嘛 对吧 所以这些中共这个官员财产应该要申报啊 应该要透明啊等等等等 那么到胡温时期啊 应该说当时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 那么在这个中国的一些小的一些县的地方啊 区和县里面做一些试点 说看看能不能这个来这种申报这个财产啊 然后公布他们的财产有多少啊 当然后来基本上全都没了啊 就是玩了一会会都不了了之的没了 还闹了很多笑话啊 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地方说要申报财产的时候 要把自己的房子这个车子 还有些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呢 要把它引掉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个人隐私 那你还申报什么财产 那么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任之后啊 我记得当时王岐山刚来的时候 他们一刚开始的时候 还有一批专家跟他建议 继续推行这个官员财产的申报 但是后来也是不了了之 那么走到今天啊 现在的中共的这个官员财产 已经成为一种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国家机密了 是不能泄露的 哪怕他在上市公司里面持股 都是不能泄露的 我想走到这一步 中共的这种官员财产永远是 没有希望啊 能够说是这个什么申报也好 或者是这个透明化也好等等 其实在全世界来看 世界上70%的国家 他们的官员这个财产 全部都是进行要申报 要公开的 那么而且呢 他们很多国家 包括像法国 像美国 都把这个作为他们反对腐败的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而是也确实发挥了很好效果 你像在法国 法国他的要求就是 这个你这些总理也好 或者你一些议会的议员也好 包括政府一些重要官员也好 你当上去的时候 你就必须进行财产申报 那么申报完了之后呢 这个当你卸任的时候呢 还要再进行第二次申报 那么这两次申报呢 这个相关机构会他进行审核之后 看看你的财产也没有什么问题 在美国也是这样啊 在美国你无论总统也好 中医院的议会 参议院的也好 包括你这个州长也好 他全部的财产都要进行申报 而且要公开 而且他离任的时候 要离任申报 上任上任申报 而且在位的时候 基本上每个月都要申报一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应该说这些官员 他很难去做一些大的什么贪污啊 或者是购置多少房产啊 或者说这个很难去做的 因为在美国大部分 他账都走银行走啊 你银行一走他就发现了 对吧 你没有这么多财产 所以美国其实 这个政府官员申报 也是一个防止腐败的 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么美国政府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在中国呢 这个就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性了 大家知道现在中共的官员 你像比如说像赖小平这样 他光房子一百套 对不对 如果有政府这个官员财产申报的话 他一百套房子 他怎么申报上去 一申报上去 上面不来查他们 对不对 但是像他这样的官员 可不是他一个 很普遍 你把现在的这种局级干部 或者省部级干部 你看看 基本上房子我想 少于十套的 应该比较少啊 大部分都多少套房 房产这里 但按照他的工资收入 他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多房产 对不对 而且在银行里面 有多少存款 各个方面 包括在瑞士银行 包括这边多少存款 其实这些东西 其实对于中共来讲 我个人认为他是到走到今天 他是不可能把他泄露出来 不可能把他公布出来了 甚至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中共的最高的国家机密了 因为这东西一旦出来之后 老百姓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说你天天说为人民服务 怎么服务到最后你们全是亿万服务 我天天苦嗨嗨的一个月拿一千块两千块 对吧 好一点三千块四千块 然后你们这都是一个亿 十个亿 一百个亿 一千个亿 甚至上万亿 你们这个为人民服务 服务的可真好啊 到底是为人民服务啊 还是为人民币服务啊 所以这些东西啊 他惊不得 你真正的去了解 真正去看 所以为什么中共的这些官员的财产 已经变成了一个 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机密呢 而且在这个方面 在这么重要的事情面前 这些官员宁愿这个冒天下之大不为 宁愿这些这个上市公司 有可能损失上万亿资产 他都提出来 你这些官员的名字要给我盖掉 不能不能让他泄图出去 其实就是因为这一元 好 我想呢 今天这个事情呢 就基本上就把它给讲清楚了 那么我看 大家可能看到了啊 我们最近做了一些调整 就是这个 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网友的反馈 我们这个首播时间呢 从纽约时间的晚上九点 变成了这个纽约时间早上九点 因为我看到了咱们的调查报告啊 就是说60%的网友就跟我说 他们更适合于这个事情来看 所以呢我也非常感谢啊 就是你们能够在这个时候上来 给我们一起看首映 因为看首映的人越多呢 YouTube他推荐的越高 那么其实你们多看首映 其实就是对我的一个支持 我再得写 反正先谢谢了啊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你点赞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那么记得点了个小铃铛 点完之后呢 你就能收到我们的通知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下期节目再见